疫情過後,日本女業急速復甦 當地酒店和旅館雖然生意大增 但麻煩的客人即是那些西客 鬧事案亦隨即增多 令當地業界相當困擾 有見及此,日本後生勞動省提出了改正旅館業法方案 而最快可以在今年內實施 日本酒店和旅館日後或有權拒絕西客入住 甚至可以報警追究,不用再啞人 香港人出名愛投訴 對服務要求又多又高 亦都喜歡欠優惠的優惠 如果改正旅館業法實施後 香港人會不會很容易踩地雷被人逐客 那你就要問一下自己 以下6個被方案點名的惡幸 你有沒有機會觸犯 持續精神轟炸 一時激動生氣都可以理解 但如果不是為了解決問題 或只是爭取那些無理要求 而長時間去摘爛酒店旅館的職員 那就是無理取鬧 無論是以電話或電郵轟炸的方式 都是屬於不當的行為 要求周邊清空 對住房有特別要求 酒店一般都會著情處理 盡量滿足 但如果要求酒店要空出 你房間周邊上下左右的房間 不讓其他住客入住 那就屬於過分的要求 酒店是不應該接受 不斷科索優惠 登記入住酒店 間中都會遇到免費升級 送香檳這些優惠 但一般都不能夠強求 假如你持續不斷地和職員 無理地索取這些優惠 或者升級服務 那就屬於不當 過去曾經有東京高級酒店住客 以酒店大堂香薰 令他不舒服為理由 要求更換和免除住宿費用 這些就是無理可索 要求超等服務 酒店代客是應該一事同仁的 同樣地 住客是不應該要求酒店 提供給其他客人更加好 更有質的服務 過分無禮要求 即使酒店有錯 道理在住客那邊 住客都不應該對酒店職員 提出那些過分無禮的要求 例如要求對方下跪道歉這麼過分 喝醉酒要求入住 過去酒店都經常都會遇到 那些喝醉酒的客人 大鬧前台要求入住 為其他住客帶來滋擾 但如果改正旅館液化方案通過之後 酒店日後就有權拒絕那些 喝醉酒的客人的住宿要求 酒店有權報警處理 雖然方案實施之後 酒店是有權拒絕那些西客入住 但如果對方不配合 甚至行為更加激烈 那麼酒店又可以怎樣做呢 日後酒店就可以報警處理 假如客人大聲罵那些職員 那就可以被視作為強行妨礙營業罪處理 客人如果破壞酒店設施 那也可以被當作財物損失罪來控告 又假如以劉劣平等這些威脅手段 要求酒店給任何優惠 日後也可以被列作指控未遂 敲詐罪來處理 不能夠拒絕殘障入住 今次修訂法案的提出 等酒店可以拒絕麻煩客人入住 目的是為了減輕酒店旅館從業員的壓力 有關修訂還包括了酒店可以禁止 被日本列作第一類和第二類傳染病 包括伊波拉和肺結核等這些患者入住 以保障酒店員工的安全 不過酒店亦不可以以殘障為理由 拒絕殘疾飲食入住 以確保客人的權利 下期見 下期見